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时新闻现场 我是李晴 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 今天大年初三出游的车潮涌现 国道车流爆量上看140百万车公里 为平常的1.6倍 是春节十天廉价当中最塞的一天 国道预料有15处塞车成类停车场的路段 其中国屋北上恐怕连塞17个小时 要半夜三点后才会疏解 大年初三 宜兰阴雨绵绵 却挡不住民众出游热情 国道车潮涌现 国务北上徐岁入口 出现长长车龙 回堵了快五公里 一路塞到郊西市区 南部天气好 大家都往南跑 国营南下五谷路段 虽然通行还算顺畅 但车流不少 一直到南下湖口路段 车速明显开始减缓 大年初三 高工区预估 双向车流量140百万车公里 是平常的1.6倍 也是春节最塞的一天 高工区公布几大地雷路段 恐怕变成泪停车场 南向部分 国营南下杨梅新竹 国营南下土神关西 国务南下南港投城 北向则有国营北上西洛普岩 国营北上草丛雾峰 国务北上宜兰平临最夸张 要从上午10点塞到半夜3点 连续17个小时 陷入交通黑暗期 建议民众分流出发 那使用国道5号的朋友 南向的话 建议在下午的5点后 暂行出发 而北向的话则是 目前已经有车桌情形 也请各位小心留意 因应庞大车流 国务北向苏澳罗东 宜兰及投城入口匝道 24号到29号 实施高存载管制 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 小客车要有3人以上 才能上路 民众要多加留意 记者林医生 吴宜轩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